12月9号 解放军总医院新血管病学部陈运带主任团队 通过混合现实和5G全息投影技术 远程完成一例四川省宜宾市患者的下腔静脉氯气植入术 这是国际上首次将5G全息技术与混合现实技术相结合 远程完成下腔静脉氯气植入术 手术全程采用混合现实技术 将患者的血管影像与树野精准融合 专家全程佩戴混合现实眼镜进行操作 无需造影即可清晰显示患者下腔静脉 手术过程仅用15分钟开启了心血管介入影像的新时代 下一步 解放军总医院将继续创新影像指导下的新技术 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保驾护航 下期的话 goo呜 中文字幕——YK